马来西亚莲花尾框吧 三点水 里面一个框框的框 一个王 然后一个这样子 中间一个王 三点水 这个怎么念 框 莲花尾框 马来西亚莲花尾框问的 阿弥陀佛师尊好 弟子近日在修明光法 所修的法就是师尊所传授的 让用很大的护魔火生起来 将全身烧成飞变成飞 样就是轰 将尸体的飞吹得一干二净 抗就是空 让 样 抗 虚空的空 就是空了 床上就没有了 弟子最近有梦见师尊 师尊在梦里面烧附魔 然后弟子就在附魔炉里面被烧成灰烬 然后天空出现了宇宙 所有的灰烬飘去了宇宙 梦里师尊提醒了弟子 也要把这段观想进去 弟子想问 请问师尊 请问如此的观想是否正切 还是只是弟子的乱梦一场 请师尊慈悲给弟子指导 谢谢师尊 阿弥陀佛 非常好 问得很好 我以前是用让阳炕 让 就是在我的身上起了佛 把自己烧成灰烬 我躺在床上 先念让 然后身上起佛 把自己烧成灰烬 就变成灰 样 就是空 一阵风吹过来 把这一阵灰全部吹掉 抗就空了 自己变成没有了 自己空了 跟宇宙的空 就融合成为一气 就睡在光明里面 宇宙的光显现出来 你就融入了光之中 就没有了 他后面这一段非常好 他梦到 最近有梦到师尊 师尊在梦里面烧护魔 然后弟子就在护魔乳里面 烧成灰烬 这个有点像 师身法 马吉拉尊的师身法 也就是舍身法 舍身法 师身法 是同样的 烧成灰烬 天空出现了宇宙 所有的灰烬 飘去的宇宙 师尊提醒弟子 提醒莲花尾框 把这一段你的观想进去 没有错 这个观想是正确的 当你成为飞进的时候 轰一吹来 整个飞进了西空之中 跟空融合在一起 这是很好的观想 Āng yāng kāng 忍阿虹 Āng yāng kāng Āng yāng kāng 火烘空 用火烧了 轰一吹过来 把你的身体全部烧到了 连灰尘都没有进入虚空 你就化为空了 化为空就成就了 就融入了空里面 这是很好的明光法 其实跟舍身法、私身法是有关的 跟禅定也有关系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个不用指导了 你已经有这个梦 你依照这个梦去做 然后飞进飘到宇宙 跟宇宙合一 宇宙意识合一 就从一变成零 道家也讲到这个 万归于一 一归何处 问你一归何处 一归于灵 灵归何处 灵归于道 万归于一 道呢 就是虚空 就是宇宙 这是马来西亚莲花尾匡问的 你的梦非常的真实 那是一个真实的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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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